我想要講幾個文化大革命意識的笑話 文化大革命人工 我們台灣有個共襲隊來的 共襲隊啊 就是 毛澤東四鄉 四日的 共襲隊 對 共襲隊 我們來的共襲隊 大概都是養鋪區的 養鋪區啊 我們是紅柯區啊 對吧 我們台灣那個時候文科區 大部分都是養鋪區過來的 養鋪區都是收藏很強的人 他們文化人都很低的 但是他們終於沒有了懂思想 這也是肯定的 對吧 紅包書被人生了 有一次到我們白宮社來了 我們白宮社裡有一個統治 看書啊 看書 看了一本什麼呢 鋼鐵 這樣理人的 那麼我們這個共襲隊來的 他根本沒有看過這個詩 他說 你們也可以理鋼師啊 笑話 理鋼師 對吧 這個詩的名字 叫鋼鐵怎麼理人的 他以為是教人家練鋼的 對 對吧 理鋼那個時候我們也去理鋼的 也理過鋼的 所以他有影響 對吧 而且這個有一個笑話 還有第二個笑話 魯興喜劇 不是 魯興喜劇有好多詩了 魯興啊 這個詩人啊 他這個書啊 嗯 我記得哦 他這個 譬如說這個一本書 是吧 嗯 灰色的 魯興 有灰色 比灰色 咖啡色的感覺 嗯 對吧 但是 飛骨的一項 網的 網色的 對吧 筆字是網色的 嗯 嗯 公喜的 看到了 網色 嗯 你們在看網色是這個 嗯 網色是這個 不得了的事情 嗯 對吧 他因為 不懂的 他不知道黃色書是什麼 以為就是顏色是黃色的 欸 對對對 啊這個笑話了 還有一個笑話 很大的笑話 嗯 這個人 打成功非革命的 打成反革命了 嘿嘿 事情大得很了 怎麼會被打成反革命了呢 我們社長里像 都鐵打日報的 嗯 大家都鐵打日報 對吧 他呢 是傷害人 少黑贏了 嗯 少黑贏 有一個我民 都贏了 有問題 嗯 一直 小花磨的磨 磨 都什麼 也都磨 嗯 對不對 嗯 少黑贏不是都磨嗎 嗯 這個兩個贏不是一樣的嗎 嗯 磨 磨 對吧 對 他也 講話呢 他也講得不好 講話沒有主語 文語 主語文語也沒有的 就是一句話 他做磨死了 磨死了 我講話你聽懂嗎 聽懂聽懂 他說磨 磨死了 哎 嗯 磨死了 嗯 不得了啦 你走罵我們 唯 嘯 偉大的理由 磨主修 嗯 對吧 嗯 磨死了 就因為這句話被打頓反革命 嘿嘿嘿 嗯 陰匯革命 现行反革命 当时是怎么处理他的 揪出来 戴高帽子 高帽子不得 揪出来 揪出来 打了他 打了他 打什么他 我们就都认识了 就不好讲 揪出来就是说 给你定个罪名 戴个帽子 反革命 没有受到什么 实质性的打击 怎么没有 工资改造了 整日经济 整日什么没有了 人家开会 他不能开会了 烧地去了 工作丢了 我们知道他 是愚蠢的 但是不能对他讲话 对吧 你对他都讲话 不行啊 你们共生同盟 受牵连 你们还要有问题的 对吧 不敢的呀 就是您的同事 对吧 是我们结尾的 不是在我们一起的 对吧 我们在社会 我们社会 事情 好多都有一些都知道的呀 对吧 对吧 我告诉我们社会 副理董事 也有多批评的呀 嗯 那个时候有开会了 马拉 开会 适中 我刚才开会 开会 开会主要有什么 毛主是一位 对吧 领覆自己身体健康 勇于育抗 勇于育抗 对吧 我们有一个同志啊 他什么呢 他做敬感的系列 这家钱 对吧 我们像这个书 小红书啊 三本 嗯 我有三本 嗯 一本 放在家里下 对吧 一本 放在家里下 对吧 还有一本 放在生病 嗯 有什么事情 要开会 马拉出去 会是我们私有的 我们老师的 嗯 对吧 他这个事情 很急啊 就一本 嗯 一本 对吧 那么 领日要开会了 怕出去了 对吧 只会有客人啊 毛主持人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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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老师 只会空手 在家里 对吧 嗯 好 公司这 三年就为了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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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公司这为了 怕出屁肺 嗯 嗯 开了一本 很舒服 嘿 这批病 嗯 对吧 怕呀 嗯 那个时候 人人自危 是吧 对啊 对啊 嗯 讲笑话 还有人讲笑话 我们 还有事情多了 嗯 我讲你 讲个笑话给你听听 好的 好的 我们把 把这个人 做出来以后 嗯 要想 要做他想 做的事 对吧 嗯 你做出事要做的 检讨一样的 看着人手 一个人 对吧 这个事情很紧张的 我们讲什么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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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是阿拉边的讲 都文字不好讲 嗯 看着看 对吧 是吧 是啊 那你们的老兄他 回去讲笑话 过去之两个人 在哪儿了 在这儿开尾笑了 那么一半世大人 嘻嘻哈哈的你 对吧 你去比我们大 对吧 那个时候他大概有五十多岁了 有的人对他讲话,你好久想想,脑子都想想, 你讲我想老他们,他想我想我的老婆,想我的妻子。 这句话讲好了以后,人家听到了外报公司。 这个还是不得了的,他本来可以得个酱,大概得个三十块。 三十块。为了这一句话,没有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私下理想,他对我很好的, 我们私下理想讲的,想老他们,我讲的,压力家去想的。 对吗?公开个哇啦哇啦。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不敢乱讲话,玩笑都不敢乱开。 不敢讲。体体讲,家族斗争啊。 学籍斗争,天天讲。 有的话不敢讲。 对吧,我们是比较好的人, 比较讲得累的人,对吧? 也不为得像公司的外博人,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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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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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